欺负人 流血身亡 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他能在如此残忍的酷刑下苟延残喘? 这其中隐藏着怎样令人不寒而栗的秘密 公元前205年 正值战火纷飞的年代 汉王刘邦的大军在鹏城遭遇惨败 十万联军尽数阵亡 只剩刘邦带着寥寥数旗向西撤退 就在这时 他在定陶遇到了一位貌美如花的少女 妻妻 从此 这位年轻的妻妻便成为了刘邦最宠爱的妃子之一 她娇美的容颜 出众的才艺都让刘邦深深着迷 无论是出征还是游晚 西夫人总是陪伴在刘邦身旁 被她宠爱有加 很快 西夫人便为刘邦生下了一个儿子 刘如意 对于这位宠妃 刘邦显然更青睐于她 而不是她的正妻吕志 吕志比刘邦年长许多 容颜已不如年轻时的迷人 相比之下 刚刚急急的七夫人自然更加动人 加之七夫人还有着出众的舞蹈和音乐才能 更是让刘邦无法自拔 在她一统天下建立大汉王朝后 吕志更是被冷落在宫中 而七夫人则成为了刘邦身边最亲密的人 七夫人的权势一日千里 她明白自己在刘邦心中的地位 于是 她开始企图让自己的儿子刘如意 取代太子刘盈的位置 在她的不断转权和煽风点火下 刘邦也产生了废除太子的念头 这也引起了朝臣们的强烈反对 他们坚决反对刘邦更换太子 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 刘邦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 但七夫人的野心并没有因此而窒息 她一直想要让自己的儿子坐上皇位 成为下一个汉朝的皇帝 可惜的是 命运女神并没有眷顾她 公元前一百九十五年 年过半百的刘邦病重在床 临终之时 她担心吕后会伤害自己的儿子刘如意 便让她的心腹周昌 前往刘如意所在的赵国护卫她 然而这一切都为时已晚 命运的齿轮已然转动 刘邦一招的大业就此归于尘埃 刘邦一须不复返 她的儿子刘盈登基为帝 成为了汉徽帝 而吕智也趁机篡夺了政权 成为了当时的掌权人 汉朝的吕后 对于此时的七夫人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挫折 她本以为自己的儿子 能够顺利继承皇位 但现在一切都落空了 而且 作为刘邦宠妃的她 在吕后的眼中 削成了眼中钉 肉中刺 吕后自然不会放过七夫人 她先是把周昌从赵国召回 并派人去将刘如意接到长安 她企图趁着汉徽帝外出时下手 但最终没有如愿 汉徽帝早有防备 她将刘如意接到宫中 每日与她同在 让吕后无法下手 最终吕后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来报复七夫人 她派人把七夫人抓获 剃光了她的头发 用铁链锁住双脚 令她穿上破旧不堪的衣裳 囚禁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中 每日被迫从事艰苦的迷宫劳作 若是工作不利 就会遭受饥饿的折磨 这还不够 吕后决定以最残酷的方式来惩罚这个 曾经令自己嫉妒的女子 她下令给七夫人实施 人质的酷刑 所谓人质 即使将人的双手和双脚砍断 挖出双眼 切断舌头 塞入哑药 并用铜钉钉住耳朵 使其失聪 最后 这不幸的灵魂 将被囚禁在一个狭小肮脏的厕所中 长期受到蹂躏和折磨 这般残酷的折磨 足以让任何一个人在短时间内死去 但奇异的是 即使遭受如此残虐 七夫人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整整一年多 她在黑暗潮湿的牢房中挣扎求生 承受着无尽的痛苦与羞辱 为何七夫人能够在如此残酷的折磨下 生存这么久呢? 这其中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要说明白七夫人为何能够在 人质的苦行中存活这么长时间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这种酷刑的具体实施过程 人质 这种刑罚堪称是古代中国最为残酷的刑罚之一 实施起来的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 将犯人的双手和双脚砍断 也就是说 这个人从此将失去行走和操作的能力 接下来 将犯人的双眼挖出 瞬间剥夺了他们事物的能力 紧接着 再割掉犯人的舌头 使其彻底丧失了言语交流的能力 这还不算完 他们会用一种特制的毒药灌入犯人的喉咙 让他们永远失去发声的功能 不仅如此 还要用铜钉钉穿犯人的耳朵 让他们永远失去听觉 最后 这个可怜的 人质 将被囚禁在一个狭小潮湿的厕所里 长期受到蹂躏和侮辱 有的甚至还会被剃光头发和眉毛 并涂上一种特殊的药水 使其毛发永远长不出来 这样一来 这些可怜的犯人 就彻底沦为了一个无法行动 无法交流 失去五官功能的 人质 只能在黑暗潮湿的牢房中 饱受折磨 直至死亡 然而对于妻夫人来说 他竟然在如此残酷的折磨下 存活了整整一年多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其实 关键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 在实施 人质 刑罚的时候 柜子手们会特意避开一些关键性的致命部位 他们深知 如果犯人当场死亡 那么自己也会遭到众人的嘲笑和责备 甚至会丢掉自己的饭碗 所以 他们会精心计算 尽量避免让犯人在刑罚中立即死去 第二 在对犯人实施酷刑时 他们还会用大量草木灰等药物来涂抹伤口 目的是为了尽量止血 防止犯人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这种药物虽然无法完全消除疼痛 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消炎止痛的作用 帮助伤口愈合 所以尽管妻夫人失去了双手双脚 五官也遭到严重损毁 但在刽子手们的精心操作下 他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这种非人的折磨 而吕后之所以要如此折磨妻夫人 其实并不是单纯为了让他立即死去 而是想要他尽可能长久地遭受痛苦和屈辱 正如前文所说 吕后对妻夫人怀着深深的嫉妒和仇恨 他想要尽情地折磨这个曾经与自己争夺地位的女人 让他在痛苦中慢慢崩溃绝望 所以即使妻夫人身受重伤 但只要他还能维持生命 吕后就要继续他的残酷折磨 这种心理上的快感和满足 才是吕后要让妻夫人承受 人质酷刑的根本原因 就这样在黑暗潮湿的小屋中 妻夫人度过了漫长而痛苦的一年多时光 她失去了双手双脚 双眼也被挖去 耳朵被钉进铜钉 喉咙也被割断 整个人就如同一具行走的尸体 然而即便在如此残酷的折磨下 妻夫人竟然仍然保持着生命的最后一次威光 她用尽全力维系着自己的生命 不让自己轻易地投向死亡的怀抱 或许是出于对自己儿子的牵挂 或许是出于自己对生命的执迷 总之她一次次挺过了最困难的时刻 但吕后显然并不想让她就这样活下去 她派人将妻夫人的儿子刘如意毒杀 通知妻夫人这个恶耗 这是对妻夫人的又一次沉重打击 她的内心必定充满了无尽的悲痛和绝望 就在吕后得意洋洋地让人将这个恶耗告诉妻夫人时 汉惠帝刘盈也被召来观看这个 人质 作为一个年轻的皇帝 刘盈自然是第一次听说和见到这种残酷的刑法 当她看到眼前这个花容失色 支离破碎的 人质 实 不仅心中一阵心痛和恐惧 原来这就是当初那个美艳动人 才华横溢的妻夫人 如今她已沦为如此可怜的模样 不仅失去了自由和尊严 连生命都岌岌可畏 刘盈对这种酷刑感到了强烈的反感与愤怒 她连忙逃离了这个阴暗肮脏的牢房 即使在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痛苦和打击后 西夫人依然死死地抓住了最后的生命 但最终 即便她的意志在强大 她的身体也难以支撑下去 在经历了一年多的煎熬后 西夫人撒手人寰 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这位曾经风华绝代的女子 不仅失去了自由与尊严 更是连生命也遭到了残酷的折磨 她在黑暗痛苦的一年多中 终究还是走向了死亡的怀抱 最终摆脱了这个可怕的人间炼狱 历史的车轮从未停止前进 在这个纷争不休的时代 权力的追逐往往成为了最大的火根 西夫人的悲剧 正是古代中国专制时代下 权力斗争中的一个缩影 她作为刘邦宠妃 凭借自己的财貌和影响力 让吕后极度忌惮 而这种极度最终化为了毁灭的力量 摧毁了这个美丽的女子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